他是一名高校地质教育工作者,立志科教报国 他扎根边疆油资源开发一线,14年如一日,至今无怨无悔 他叫周一鹏,今年45岁 2006年3月,尚在读研的周一鹏参与了东华理工大学承担的第一个地进采油核能开发科研项目 从此于隔壁荒漠结缘 硕士毕业留校后,周一鹏一直从事砂岩型油矿递进开采及油矿山、地下水环境方面的科研 14年来,他先后转战新疆、图鲁藩、伊利等地的三个矿床 平均每年野外工作9个月以上,最长一次11个多月没回家 期间有4个春节在野外度过,曾两次遭遇生命危险 日前,因工作安排,从边疆返校数日的周一鹏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从南方进到荒漠之初,自己也曾绝望过 隔壁荒漠,自然环境恶劣,一年四季罕见降水,沙尘肆虐 由于四周荒芜人烟,故宫困难,周一鹏不仅需要完成科研技术工作 现场所涉及的很多体力活,也都需要他自己去做 他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很大程度上源自老一辈的感召 其中,有水文地球化学的开创者刘苏老专家史维俊教授,对他影响颇深 石老师跟着我们在这种环境下,就待了四十天 他说这个实验不进入正轨的话,他是绝不离开的 每天比我们起来还早 这四十多天确实是对我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我觉得老一辈的这个,他们这种执着啊,专业啊,包括奉献的这种精神呢 当被问及为何能坚持这么久,如何耐住寂寞 周一鹏的回答简单而又朴实 确实是,每天有很多事情都在那儿要你们做的 过得比较充实吧,你在充实的情况下就没有太多的其他东西想法 很多的经验,很多的思想都投入到你这个要做的事情才没去 谈及未来的坚守,以及年轻人对这项事业的接续传承 周一鹏语气坚定而又充满信心 既然我能做到,我还能坚持,我就舍不得把这个事放下来 那自己做这个事的能量还是有限的 但是呢,只要我能做,我还是希望坚持把它做下去 团队里面呢,也有的,就是比我年纪稍微小一点点的 作为我们,也有这个志向来接触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我觉得会,一定会有很多机会 据了解,周一鹏参与研发的砂岩型油矿 多层矿体递进开采技术 其中多项技术为国内首创 帮助解决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大量问题 油矿开采产量及效率也显著提升 他也先后荣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以及全国岗位徐雷锋标兵 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 Fou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